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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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道理 你是无辜的 因为你不知情 当然了 所以就是这个林天奥的问题 人品相当于有问题 喂 领导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呀 你不是已经答应 我不再喜欢悠悠了吗 她已经结婚了 就算你不为她考虑考虑 也该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你现在是第三者插足 很不道德 实际上 首先呢我没有喜欢悠悠 几次呢 我找她是我工作上的事情 什么呀 一寒都炸毛了 她说她不要再跟你合作了 你觉得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我还会相信你吗 那你想我怎么做呢 要不这样 以后呢不管我干什么 或者是说什么 或者是要去哪儿 我都给你报备一声 好不好 可以 一寒我搞定 至于你 管好你自己 好的 你是说林天奥在追坎迪 对 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搞事 就是为了引起坎迪注意 没错 就凭她 我都搞不定的女人 她怎么可能搞得定 我就根本没想搞定 毕竟我有你了 对不对 我喜欢瘦的 不过我觉得天诺哥哥 倒挺有胜算的 你看呀 他那么帅 又成熟又睿智 有钱有名有风度 哪个女人会不爱呀 你说我的优点 也可以说那么多吗 那当然了 我可以多说十个 不 二十个 就让你说十个 说 那 那个 她就没那么多优点 我赌一千块 她根本追不到坎迪 你 刚刚说的话 就当我没说过 明天我会准时开工 好 我知道了 就这样 等会儿 那个 你觉得林天荡怎么样 我非常赞同你之前的观点 一点都没有错 人品又没有问题 咱先抛开不说 那她本来就不是个什么好人嘛 之前啊 我真是被她那副正人君子 拼拼有礼的样子给蒙蔽了 她骨子里就是个无赖嘛 你有没有发现 你不论怎么对她 她永远都不发脾气 她永远都笑咪咪的 但是就会莫名让你觉得 甚得慌 因为这种人 你永远都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卡迪 领导人很好啊 又也没得说 不论如何 你这次跟她合作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所以 你千万不要动不动 就说不干了 好吗 哦 没戏 没戏 领导人 又怎么了 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以后 我不管有什么事 那都要跟你报备一下 所以呢 明天要出工 后天也要出工 后天也要出工 大后天可能会早一点收工 但是啊 我约了悠悠吃饭 所以要提前给你报备一下 你为什么要找她吃饭 找她有事啊 电话不能聊吗 有些事她电话聊不清楚 必须得当面聊 这样 后天晚上我去剧组接你 我知道有一家海鲜大排档的海胆 特别新鲜 我请您 咱们俩去尝尝 就这么定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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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约的是悠悠 我约她吃饭 没空 我替她跟你吃 你想跟她说什么话 你跟我说就行了 请你相信我的理解能力 跟表达能力 我一定百分之百穿搭 可是您这部每天很忙呀 对不对 那这点小事 怎么能劳领大价呢 我会合理安排我的工作的 这就不劳领导费心了 就这样吧 后天见 将军 听到我哥哥 分享一个好消息 坎迪后天答应跟我约会 不可能 坎迪不是那么轻易 就会跟她约会的人 你还真憋不信 是你要打赌的 给钱 快点 愿赌服输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 我和坎迪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走着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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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着敲 对了 靳尧呢 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看我 有了你 连我这个亲哥哥都忘了 他来不了了 什么意思啊 他死了 死了 你胡说什么 我上周蔡根青要通过电话 我们一路从重庆 跑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身体滑坡 他被埋在了石碑下 你胡说 我当初把他交给你说 你怎么答应我 你说你要护他周全 我不管 你把他交给我 你把他还给我 可我也跟他说了 这一路艰辛 他不该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靳尧都没了 你还在怪他 他非要跟着你 是他活该吗 我没这么说 我早就应该告诉靳尧 沈碧 你根本就是个 没心没肺的人 你说什么 看啊 谢谢靳尧 辛苦了 我觉得刚才那条特别好 你给我的几个反应 都是对的 怎么样 我们之间 是不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当然 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之前合作过 有基础 还有个原因 是我们维读的时候 这个剧本 我们认真读过很多遍 认真准备 真的很重要 没错 我看了通告 后天上午有我们的重场戏 明天我休息 你好像就一场 咱们抽个时间对下 好 那我们就下午两点吧 两点钟 一涵 一涵 尊敬的裴悠悠女士 经过国际评委的评选 国际美甲大赛组委会 特此通知 恭喜您进入总决赛 真好 财旭 悠悠啊 悠悠 店长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需要 店里一定全力支援你 我一定会加油的 谢谢大家 谢谢店长 加油 加油 好 好 嗨 丁桃 嗨 丁桃 是吗 你确定 我确定 行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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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你这个画家 这不是易涵快要过生日了吗 我就想送她一个生日礼物 但又不知道她缺什么 就想画一幅画送给她 不是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我最近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真的假的 别一惊一乍的 不是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她长什么样啊 有没有照片 家属哪什么兴趣 对对对 查户口呢 哎呀 我这不是 娘家人帮你把把关吗 得了吧 当初你跟易涵在一块的时候你嘴巴那么阴 把我当娘家人了吗 我那个时候不是特殊时期吗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我们在酒吧 我们在酒吧认识的 是个设计师 然后人比我大五岁 人长得特别帅 哪里人我都没有问 酒吧呀 什么时候啊 上周末 上周末认识了 现在就在一起了 靠不靠谱啊 你那是没有见到她 所以才会这么说 你要是见到了 就知道了 你确定 知道 对 我们不是刚刚在一块儿吗 所以她想请我的朋友们吃个饭 我想了想 在这里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也就跟你比较聊得来的 行 那我去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一言为定 到时候时间知道了 我告诉你 喂 坎地姐 现在 最后呢 物贸然 你老公 咱们 你的 你说ление 这个 ordinance 可以 给你 来 领导 领导 药手手软 你去忙吧 可是侃姐姐跟我交代 让我待会儿务必把你送回家 她不来吗 是这样的 侃姐姐刚才跟我打个电话 说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但是让我陪你好好吃一顿 这家酒楼的海胆特别鲜鲜 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领导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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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哥 什么情况 什么也别问 我就问你 今天侃姐过不过来跟她吃饭 不来 侃姐姐说让我替她替林岡吃饭 再说一遍 我把它录下来 我让陪悠悠输得心服口服 说 不来 侃姐姐让我替她跟领导吃饭 谁不来 侃姐姐不来 让我替她跟领导吃饭 回吧 好的好的 那你把那个表述发给我吧 好 谢谢啊 好 不好意思啊悠悠 好 我约你过来 结果让你一直等 没事 韩姐姐 你突然叫我过来 什么事啊 没什么特别的事就不能找你了 我是觉得好久没见你了 想找你聊聊天 你应该是要问易涵的事吧 她最近神经兮兮的 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嘛 我才懒得管她呢 她想一出是一出 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要你没见林天洛就行 你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电话 你不接吗 是天洛哥哥打的 你帮我挂了吧 你知道的 虽然我们经纪人呢 要二十四小时待命 但是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值得电话我都不想接 别啊 万一是剧组出什么事怎么办啊 不 不想接 我觉得你还是接吧 要不然 我替你接 不用了 那你给我吧 喂 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 本来是想请你吃饭完事 但你不是说了吗 也知道我很忙 不用每件事情都情理情为 可你明明坚持了 我也是因为你的坚持 才愿意赴约的 我没坚持 我被甲方虐惯了 难得碰到像领导 这么同情搭理的人 心中啊 只有感恩 自然恭敬不如从命了 再加上大伟 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让他去也是一样的 是这样 我本来呢 要跟悠悠说的话 跟你说我已经是打折了 现在又换成是搭 等于是折上不折 我不认为 我的意思 还能像原来跟你承诺的那样 百分百传达 可我真的很忙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 君子协议 有契约精神 如果你现在不立刻 马上出现的话 那我之前所有的承诺 也可以不作数了对吧 当然 我知道你无所谓 毕竟 你也是一个比较酷的女人吧 不 我马上就来 悠悠啊 真是不好意思 我改天再约你吃饭吧 我现在有点事 要着急出去一下 天诺哥哥 没什么事吧 没事 那这样我去收拾一下 你早点回家 行 走了 拜拜 拜拜 little bit 说吧 想跟悠悠说什么 我听完就走 来了来了 先喝一杯吧 我呢找悠悠只想 跟他闲聊闲聊 回一回忆童年 增加一下感情浓度 当然了 我跟你呢 没有什么童年可以回忆 所以我们就简单地 增进一下感情吧 当然了 你事由先 你先说 你想从什么时候开始聊起 你是在整我吗 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吗 你是从哪里听出来 我要整你的意思 林导 我不知道你对悠悠追求的意愿 到底有多强烈 以至于这样挑衅我 但我告诉你 我不会妥协的 我会一直保护着他们 我没有说要追悠悠 我说 我没有要追求悠悠 那你到底要干吗 我想说的呢 那天在微信里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要追求的人是你 什么微信 你不会把我给你 发的聊天记录给删了吗 没关系 我再放一面聆听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我也是没让他过去呢 我觉得啊 我们都是成年人 都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做的 首先呢 确实 每天我们的确回了你家 也的确喝了点小酒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做 所以不用这么尴尬 我觉得画得很好啊 这要是放在指甲上 太酷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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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太酷炫了 再说呢 它很低 还是不错 建议好 完成作画得很久 建议好 这个效果 变成了 对 它总共两百分钟 怎么才织好呢 用普通的蓝色甲油胶太暗淡了 是用墨蓝色的墨镜粉 还是直接像蓝色的宝石呢 我们的爱情 有了 我们前面订下的锦 你赶紧回去跟美术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定最终 好 去吧 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 一路上心事重重的 想什么呢 暑假快结束了 马上回布拉格了 你是舍不得我 还是舍不得你姐 应该都不是 舍不得子舒是不是 自从认识他以来 感觉他一直在我后面 我也没为他做过什么 是这样的 喜欢一个人呢 没必要为他做什么 轰轰烈烈的事情 只要你给的 恰巧又是他想要的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不知道 我也还在时间当中 不过我想 应该差不多吧 怎样的做什么 你找他想要什么呀 你找他想要什么呀 计划了什么呀 你拿什么呀 你来啦 香港人 可以过你吧 你想要吃什么呀 我 光你打黑了什么呀 棉花糖 如果看到这家店 里面形状和口味都很多 就给你买了 你特意给我买了棉花糖 我特意给我送过来 要不要尝尝 你喂我 怎么了 不好吃吗 很好吃 很好吃 再挑一个 芝士味 这居然是芝士味 我最讨厌芝士了 天哪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于一颗芝士味的棉花糖 这看着挺可爱的 我喂你啊 我都可以吃时间 我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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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他只围绕你我 是我自私的念头 我毫无保留 想给你所有 无吝啬 不管有怎样的选择 此刻是最美好的 情过 心不动声色 对不起啊 真的是苦的了 下次不买这个 不然是不可以的 我们韩哥绝对没问题 放心吧 收工了 我现在等你吃 好 辛苦了 好饿 吃的 吃的 没有 最近不是响应悠悠的号召开源接流吗 所以我又没再买零食了 再说 他说你吃多了不健康 让你少吃 为了留住爱情 真是付出太多了 今天晚上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就带你去 不许告诉别人 悠悠 你的闪送 一二五三九六帮我取一下 好的 喝 然后去吃 他先吃 一食 一食 什么 这家 什么东西啊 秘密 我看到人落 要说的每个字不过 你有没有想我 想要见你 想长出翅膀抱着身边 想和你一起 想拥有我们的回忆 鱼和街风秘密联络 为爱你一切都挣托 就算哪里扬起稀薄 我都不知所措 我也不敢说 这些属于爱的字眼 为告白的午夜 当你说的话我 在那心间 偶封不足一切 原来属于爱的字眼 两了不也珍惜 终将化解释永远 这就是我总结赛的作品了 对 完成了 因为是你给我的灵感 你说比钻石还有灿烂的是我们的爱情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历代名画 比如说千里江山图 历经千年都不会褪色 都是用名贵的宝石来作画的 于是我就说到了灵感呀 用欧博石磨成粉末 然后加入甲油胶进行调和 果然呈现出来的作品呀 就像流动的宝石一样 刚好契合了大海的形态 特别特别漂亮 你哪来的欧博石啊 天洞哥哥之前送过我的手链呀 干得漂亮 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乱说呀 挑拨我们的关系 好好好 既然是我给了你灵感 那你是不是要奖励我一下 当然是要奖励的啦 要不然我请你吃饭吧 你有怎么样 我给你打包带回去 不用啦 上次吃完以后 发现没有逆想中那么好吃了 又贵得要死 但比起老夫大人煮的面 味道差一点 真的吗 少和我开心了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还有一场戏就收工了 你在家里煮好宵夜等我 马上就回来了 得赶紧回去了 服务员 买单 你好 你的单子 嗯 没错 嗯 太满足了 嗯 下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嗯 哥 前两天你回来的时候 悠悠姐不是才带你来吃柜子 她要请我 我哪敢放开了吃 我都捡便宜量又大的店 既不能花太多钱 又要看起来很丰盛 一顿饭吃得我累死 一顿饭吃得我累死 倒是你呢 谁跟你说的人均三百 我还以为你会偷偷去买单呢 我别想到你真让他出现 你还有理了你 哥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你 我错了 哎 哥好糟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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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你不是跟我说饿了吗 让我给你煮宵夜 今天收工这么晚 应该挺辛苦的吧 刚好 我给你做了馄饨 还煮了元宵 还有鱼龙蒸饺 易太太真是太厉害了 我听到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那赶紧洗个手吧 马上就可以吃了 我先回屋洗个澡 再下来吃吧 马上就好了 你是不是不饿呀 没有 早就饿死了 说好了回来吃你做的宵夜嘛 老公 你 蒸饺马上好了 我给你端过来 这个垃圾桶长得太丑了 来 吃吧 吃吧 你怎么不吃呀 吃 吃 吃 好吃 再尝一尝蒸饺 吃吧 多吃点 烫 每个店 有吃 拿来吃 了 你要吃 每个店都吃了 你还要吃 怎么样 那么多吃 我懂得吃 不要吃 你吃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吐啊 别碎了 别吃了 再吃你应该吐了 我还没吃吧 你 老婆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跟老公讲讲吧 没有 没有你刚才干嘛那么哭啊 还抢我汤圆吃 真没事 我刚刚 就是突然饿了 饿了你跟我说呀 桌子上那么多吃的呢 咱俩分只吃就行了 好了 别闹了 我要睡了 是因为工作的事吗 你那个美甲大菜准备得怎么样 作品的设计稿 我已经邮寄过去了 但是 这一次的阶段跟之前不太一样 官有设计稿是不够的 他们还要考察选手的操作水平 所以 要把做好的样甲寄过去 如果通过的话 就可以拿到总决赛的入场券 然后去法国送下总决赛 样甲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明天就可以寄出去 这么快啊 嗯 要是等结果的话 差不多两周的时间 哇哦 你看 这个就是我参加总决赛的作品 好看吗 好看 大海在流动 这是我吗 对 是你 我感觉到 老大人你太厉害了 这哪是美甲呀 这简直就是一幅艺术作品 当然 我完美的侧颜 也为这幅作品增色不少 要我说 这绝对不是决赛圈的作品 这就是冠军之作 你真应该去当大赛评委 需要我立马去申请当评委 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名气 当评委应该不难 行了 差不多得了 我是认真的 我申请评委的申请书都想好怎么写了 因为爱 那个 你说 你以后 不许瞒着我了 我瞒你什么了 你今天晚上 是不是偷偷去你有吃饭了 我没有 我都看到了 你跟大伟去吃的 他想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难怪你今天给我弄了那么一桌子吃的 我以前拍大夜回来 你最多就是煮了一碗面应付我 从来没这么贤惠 原来是为了整我 对啊 我就是说要整你 我是让你知道 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骗老婆尤其不可原谅 你说的都对 可我这不是不怕你多想吗 我想好了 把那个日常开销的额度取消掉 以后每个月留一部分钱用来做理财 剩下的 我就不管你了 想怎么花怎么花 你要跟我离婚吗 没有 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样有违初衷 仔细想想 我也没有为你妥协过什么 也不能让你为我妥协 所以 再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舒服做自己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好是好 但这样不会离婚吗 你能不能不要把离婚挂嘴边啊 对了 我忘记强调了 你以后做自己归做自己 但你不能扎我也不能律我 要不然 一定的 一定的 可是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哭啊 总不至于因为我偷偷去泥友吃了一顿饭 就哭成那样了吧 那你就当成是 因为爱吧 韩哥 二十五号在上海有一场大秀啊 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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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号在上海有一场大秀 设计师特地给你留了一张邀请函 因为他在里边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所以没拆 我让公司的同事给你寄到你家去了 记得收一下 好 哦 对 导演说这场戏咱先不拍 让咱们待命 你看是咱先回去休息呢 还是在这儿待着 先等一会儿吧 坎迪好像一会儿说要来 好 哥 你的咖啡 霍子 你出去接下坎迪姐 现在吗 对 啊 喂 那我二十 你说 到底是什么事 可以让一个女孩子好好的 说哭就哭 说哭就哭 你说悠悠姐吗 对啊 而且行为举止都很反常 吓得我昨天一晚上没睡好 再说两个事 该不会 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中文字幕——YK 说不出口 顾好藏着温柔 像沉默一首 总不会把内心弹漏 仿佛被诅咒 再多人围绕四周 逃不出孤独 突然你的出现 像明明的云梦 说不清缘由 心不安乐地随你走 心里情绪闪烁眼神 都被你扑获 原来你 宇宙在我身后 请你快来挽救 我从来说不出口的诺后 请你快来挽救 别离聚过我们的身后 怎么会 竟然远的伴随 伴随了你 回来有忙碰太不单的红 唯有你能挽救 不知不觉那胸口有了温度 冰红的情感 慢慢会温飞融化 终于勇敢啊 你是你的眼眸 用力能挽起你的手 爱为你复活 请你快来挽救 请你快来挽救 我从来说不出口的诺后 请你快来挽救 凌绝我末日之后 我永远 写下的所有 我永远中也离开 永远有感动会流泪的我 唯有用爱 挽救